上個禮拜跟朋友出去玩,就聊到說他的小孩的學校有人在賣大麻 然後我聽到說有點訝異 就是雖然說紐約大麻就是從去年大概五月底的時候已經合法化到現在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開放就是合法販賣 然後我就打算說問問我們家那兩個他們學校有人在做這種事情 夏天廁所賣也沒關了 廁所也會有人抽嗎? 對啊,都在廁所抽啊 廁所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學校比較特別的是那個campus 所以樓梯間可能四五樓 六七樓就是樓上的學校抽我們這邊我們知道 所以有時候不知道是樓上的抽還是我們學校的抽 反正樓梯間都會混在一起 有同學在賣大麻這些事情是合法以前就有嗎?還是合法後才有? 都有啊,一直都有啊 我剛進去高校修工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心知有贏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最夯的打工管道嗎? 那你本來就問他們說可以賺多少錢? 沒有 要有關係才會去做這種事情 有可能是我去的學校都比較高級 很好吧 我覺得比較好吧 因為很少看到在學校裡面抽 那外面會有? 嗯,拔式上有人抽過 拔式上也抽 拔式上也抽 對啊 拔式上都有人然後就抽啊 這個大小吧 然後有 它就包在包裝裡面 然後你要把它樓閃 然後轉到紙裡面點進去 然後在網路上看到別人覺得有youtube的影片 所以說遲早就是大麻會變成就是像醃酒一樣非常融入的生活 一定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普及 因為它的使用的條件非常的寬容 然後很快也會開放合法販賣 那其實現在沒開放合法販賣也很容易可以買到 我每次來這邊都有一種這裡是充滿活力的感覺 這邊賣的攤位很多耶 我們周圍大概有 你看 這邊有兩個 這裡好多人在賣 因為這裡的需求很大吧 還有人直接有種 有草在這裡 這個是草 這是大麻的園竹在這裡 真的嗎 不錯 是嗎 你應該在你院子 真的可以嗎 真的 還是真的合法的 這可能變成我們的新的職業吧 在家裡種的一個 你在院子 所以 紐約市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大麻這種娛樂性的使用 將會變得非常普遍 就是如果小孩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成長的話 該怎麼做呢 就是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我其實有問過他們就是 對於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興趣嘗試 那你們有同學有抽過嗎 他們有沒有分享經驗 就抽他們抽獲的新的 就很開心吧 很開心是不是 就感覺所有的東西都很分耶 你們自己會有興趣嗎 對大麻 有 要花錢 剛剛說我是免費的呢 也不要 為什麼 不知道感覺會神之不清吧 我覺得 每天多個兩小時神之不清的時間 好像也不是什麼好事 我做什麼都好笑的話 真的有點乖乖 那就他們的回答是這樣子 但是呢 有時候很難說 就是 你不能保證說 他跟同學有時候 玩得很開心 或者是他們就是 在同儕的一些壓力 或者是什麼情況下 他還是有機會去使用 所以說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還是 給他們一些好的觀念 比如說 去跟煙跟酒一樣 建議他就是 說成年以後再去使用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如果就是真的要使用的話 最好也是在就是 家長的 能夠照看或監護的環境下使用 因為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在就是 國中的時候會有人偷偷抽煙啊 或者是說 小時候 爸爸或叔叔 就是在你未成年的時候 幫你偷喝酒 我們知道 當然知道這是不合法律規定的 但是就是 如果真的 你的小孩有這樣的機箱 要使用的情況下 我寧願他是在一個安全就是安心的情況下 然後他第一次去接觸這個東西 那我也可以給他一些正確的觀念 然後我也是會知道說 他使用 在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反應 而不是說 當他就是在外面 可能上大學了 或是可能不是一個安全安心的環境下 那他可能也不會告訴你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反而寧願是前責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主動找他們開啟這個話題的原因 因為我會希望說 他們可以認為 不管跟我聊什麼 都是安全是安心的 而不要說什麼東西都不敢告訴你 他自己 他又很好奇 他就默默地去嘗試 很多事情 如果你因為害怕說 他真的會去做 你就避而不談 反而是壞事 不管是比如說 你不敢去跟小孩談性教育 不敢跟他談一些 比如說像這種就是 娛樂性用藥 或者是說 煙酒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不見得是好事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其實 當你小孩慢慢長大之後 其實你已經 限制不了他了 他要做什麼 尤其他以後在外面念書 甚至在外面工作 他搬出去了 你根本管不了他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說 除了就是建立你們順暢的溝通管道之外 就是培養他一個比較健全或健康的觀念 培養他的自治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 因為其實會成癮的東西很多 不只是娛樂性的用藥這種東西 其實煙跟酒也很容易成癮 然後電玩 我自己以前就蠻成癮的 然後社交媒體也是很容易成癮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成癮或對我們有害的 所有東西都是過多就不好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妖魔化某個東西 如果你們有疑慮的話 也可以針對大麻這個東西 多去了解一些科學或是醫學方面的資料 網路上都查得到 那你或許看了之後 找到一些比較正確的資料之後 你看了之後你會比較了解 你也會比較安心 那也會 可能也會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他會被合法化的原因 這個就是我 我從這一次的 剛好這個契機 跟小孩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的一些心得 那我想說 就是 也藉由就是這個機會 我剛剛有一些想法 就分享給大家 我不知道會不會很多人看得很生氣 或者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覺得 你也支持這樣子的做法的話 我希望你按個like 讓我知道 這是擺的 擺的很厲害 我在Angus的要求下 做了糖醋魚 所以待會你做第一個評論的 會不會太鹹 還可以 豬肉可能有的會比較鹹 很好吃 告訴我你的故事 我就待會告訴主題 你說你爸打給你之前 你先 你先抽一口嗎 當我跟他聊的時候 我抽了一口 對 然後我跟他說了 然後這整個過程 你會覺得比較放鬆 是嗎 也不是放鬆 就會改變我的思維一點 然後 就會 想到 說出一些我一般不會說的東西 或者 我的腦海可以 跑到 其他的 喔 其他的題目 如果 我感覺無聊的話 會不會以後我打電話給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其實都在抽 抽 要打來然後先抽一口 沒那麼選擇 他不會很貴 說實在的 他不會很貴 他真的都沒選 哪會抽 因為我今天做的影片就是 有關於 他們 學校有同學 都會在學校賣大麻 真的 所以我就在討論大麻這個議題 你是學校有會用嗎 高中 高中可能比較 常見 高中對 你覺得幾歲才是比較適合 使用大麻的年紀 嗯 25吧 真的嗎 真的 你認真這樣覺得 認真 是你的經驗是不是 因為那個 你的腦袋一直到24 25還在發育 所以 喔 會受到他的影響 是嗎 對 可是我是十 十五歲的時候 哈哈哈哈 你十五歲怎麼怎麼會有的 因為 我的高中 喔 有人賣 很很久以前就開始 高中就有人在賣 不是現在才這樣 對 其實我十六歲的時候 然後 對很正常 就是 偷偷的 偷偷的去朋友家 然後 在美國是很普遍的現象吧 是吧 嗯 我覺得是 聽說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 沒有我的年代那麼 那麼愛 超馬 好像覺得其他東西比較 像 他們已經被那個 社交媒體 就是 搞傻了 其他東西可能更吸引人吧 對 他們現在他們兩個現在有更吸引人 那個 TikTok已經是他們的那個毒品 哈哈 看來大馬不是一個 對 要擔心的問題 現在軟體變成毒品 還有 電動 對現在的毒品都是軟體 以軟體的方式呈現 我高中的時候 每天可能 七個小時 打電動七個小時 喔 就是 我一回家 不做功課 整個晚上 你知道 你這樣會很鼓勵他們這樣做 行嗎 哈哈哈哈 我不太鼓勵 在你們成年的時候 在聽 在放你們試試看 如果我真的想試的話 大馬就是幾分喔 那本來講得好 21次才能喝酒嗎 對 大馬也是 大馬也是 大馬也是21次